等着你回来 老婆 你不觉得今天阳村特别安静吗 那你就快点进去呀 这 你这无能的家伙 居然怕阳 老婆 不是我无能啊 小阳太狡猾了 你说小阳狡猾 在哪里呀 我怎么一直都没有看见呢 对呀 阳呢 想知道就进去看看呗 阳村大门是这么容易进的吗 对呀 老婆提醒的很正确 要想进去就得用我的方法 老婆 你真的要这样做 说得没错 这么大的事 是不是应该从长进意 废话 给我进去 老婆 你看我进来了 老公好样的 这就是我们山阳村的遥控声高手 你们敢跟他们比赛吗 对呀 对呀 这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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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 那样 然后呢 嘿嘿嘿 没问题 不过 我们想多加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大家交换遥控车比赛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好 这样 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呢 只不过提高了一些难度就害怕了 我们走吧 这样的羊不值得我们跟他比赛 看来你们的遥控车不怎么样 我看是你们不敢跟我们比吧 刀羊大叔 我们的遥控车 可是我们村长亲自制作的 你怀疑我们的遥控车 就是怀疑我们村长的能力 我可什么都没说呀 比就比 难道怕你不成 有没有搞错啊 这样也能算是遥控车啊 专心比赛 专心比赛 嗯 喜羊羊他们呢 嗯 喜羊羊 轮到我了 不 应该轮到我 我又要玩 我跟在北羊羊后面 你们知道什么叫礼让吗 啊呀 真是玩呀 不好意思 终点在那边 你要过终点就过吧 不要不爱我们玩 天呐 他们到底是来比赛 还是来玩的呀 还是不见 还是不见 小羊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下了狗眼吗 敢打我 呦 对不起老婆 我以为你是小羊呢 奇怪了 小羊都去哪呢 嗯 那不如咱们布置一个陷阱 等着小羊们回来 老婆 你那边弄好了吗 弄好了 你呢 我也弄好了 啊 这样的话 就一切神不知鬼不觉了 对了老公 我们怎么出去呢 我早有准备 只要我一按 炸弹就会上来 啊 怎么样啊 麦洋洋村长 尝一下吧 嗯 不许胡闹 咱是评委 这点草太少了 还是全挺了吧 嗯 记得多放一点茶 再多放一点辣椒 喂 麦洋洋村长 你们做的菜呢 快点拿出来 让我们尝尝平分啊 哈哈哈哈 我们早就做好了 嗯 这能叫比赛吗 麦洋洋 那味道真不错 辣椒放的也刚刚好 连打宝儿都那么香 哈哈哈哈哈哈 老婆 请坐 这就是您的晚餐了 请慢用 这就是我们的晚餐吗 嗯 这是我找了很久 才从懒洋洋的柜子里 找到的零食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晚上 就要饿肚子了 哈哈哈哈 老婆 我聪明吧 你这笨蛋 哇 啊 嗯 你们不可以这么放肆 我们只是客人 哎 美洋洋说得对 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对吧 美洋洋 哈哈 要是稍微放肆一下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哈 哇 真舒服呀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嗯 满洋洋村长 你们不是来比赛的吧 啊 老刀 我们真的是来比赛的 嗯 什么比赛呀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来享乐的 阿道洋大叔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场比赛吧 哼 不比了 赢了 可是会有双份奖品的哦 双份 比 那你说比什么呀 比睡觉 嗯 嗯 老刀 有胆量跟我们比赛跑步吗 哼 慢洋洋 我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不比赛跑 那比唱歌吧 嗯 不比唱歌 比作马肚也行 哼 我说了不愧上你们的当了 这一次赢了能得三份奖品 嗯 就算十份我也不比 嗯 那就二十份 不比 不比不比就是不比 老刀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来我们阳村游玩几天 欢迎光临 呃 讨厌原来你们在耍我 那你是去还是不去 去 我一定要去 嗯 老婆 小羊们都回来了 这是我灰太郎大王新发明的连环雷 只要轻轻地触动一次 全部都会爆炸 哈哈哈哈哈哈 亲爱的小羊们 你们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我还是回来了 唉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明天又要上课了 蓝龙 这是什么声音呢 是连弯雷启动的声音 慢洋洋 这就是你们邀请我来的地方吗 村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这不如我们去跟盘阳门比赛吧 太好了 可恶的小羊 你们一定要回来啊